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一款又挺又酷的发型 辣妹发型哦 然后这款发型的话呢 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可以扎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首先我们把头发给分成一个中分 好 化一个中分过后呢 取出上面一部分头发 用小皮筋扎一下 然后从中间套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往内翻 然后再给它收紧一下 然后咱们可以调节一下 你自己想要的一个蓬松高度 轻轻的调节 好 然后这下面一部分 从耳朵这里取出一部分头发 然后从后面再取一部分头发 把这两个扎在一起 扎好过后呢 然后再从这个洞洞这里 再往下翻过来 好 然后再给它收紧一下 好 收紧过后呢 我们再从耳朵中间这个部分 从后面一直取出 遮上半部分头发 然后把这个扎成一个麻花变 这款发型呢 就是头发像我这样长短的 或者再短一点的话也是可以扎的 然后头发比我的长一点的话 扎出来也会很好看 由于我的头发打了层次 高的层次 所以这里会有一点分叉的 没关系呢 不影响的 然后再把后面的头发呢 咱们也是给它分成三分 扎成一个麻花变 扎的时候呢 然后把这个麻花变放在这后面 这个麻花变一定要记得放在这里面 然后从这里开始编 再编一个麻花变 用小皮筋铺定 好 这边就扎好了 然后可以自己调节一下这个轰松度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操作 非常简单 然后淘的 把这两个头发放在路上 把那一半分这里放 然后再从这里 取一半分的头发 后面再取一半分的头发 把这两个头发张在一起 然后再往我们这里 安过来 然后再给它睡觉 这是这个加上 然后就相比从耳朵中间 然后一直画线往后画 画分一半的头发 给它装成麻花变不行 最后面这一部分 我们再交一次哦 分成三段 然后把这两段先拉开 然后把这个 这一半呢 一定要把这个头发麻花变 放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开始编麻花变 再把刘海给整理一下 可以整理一些刘海下来 然后再会显然小一点 这款是个非常甜酷的发心啊 由于我头发是打了层次的 所以只能扎到这个效果了 然后大家只要学会方法就行了 导致我就是 当然小孩都是可以扎的 然后非常那么简单 很好操作 如果不想扎麻尾也可以到一个披肩发型的话 就是不用扎麻花变 直接做少年两个步骤就可以了 非常好看 到一个披肩发型给人精致 可以摆定了 这款发型真的是非常的湿 还可以抓一个高脑尾 抓高脑尾的话 非常地精致 可以扎一个自己想要的高度 好了 志气发型你学会了吗 记得一定要来尝试一下